毕竟花了200块钱 再加上一个鉴定服 神兵服啊 鉴定出了一个231 魔敏双加的衣服 现在140的白板男衣 就已经10万加了 你加个 加个魔啊 就已经估计得小 不能说小二 小二十 应该是二十多了啊 加魔应该就值二十多 然后那个敏捷怎么算 我还真的不太知道 任务的话 咱们任务号的话 敏捷肯定是算属性的 但是PK的话 魔力应该不如力量啊 但是应该也不错 我所以说 我在没有搜藏宝哥之前 我觉得这衣服 可能是四十多万啊 看搭不搭裂 好 藏宝哥摆的这几件啊 这个加耐的 284 这个防御膏85 269 力膜 269力膜 这个也是防御膏 292 单加耐力 68万4 咱们的力膜摆的 这个衣服老板摆的是60 也是昨天晚上出的 这个是唇膜 纯膜 这个148万 272 高利143万 行了 咱们 咱不说了 就单 先单搜敏捷 敏捷 收30以上的 看多少钱 肯定比敏捷的值钱 这很简单 单加敏捷的最便宜的话 是28万5 单加敏捷最便宜的是28万5 那再看单加魔力 魔力的话 再来15 它其实能熔练的 熔练的话 它魔力的话 能熔练14年属性 咱们就算个14再加上15 给它算上25以上 单加魔力 哦 单加魔力 单加魔力最便宜的话 是33万8 单加魔力41 国标的话是48万8 来 兄弟们 咱们就这么比较吧 这俩哪个好 现在你不用考虑钱 摆的价格你不用管 就现在摆给你一个 你要磨敏 还是要纯磨 不能都要 这个是能熔练的 33加15 熔练个10点 轻松 这个是58 58双加和41的纯高磨 这个148 所以说 如果大家觉得 咱们的这个衣服 比这个衣服好的话 那价格不就出来了吗 就肯定比它贵 就听着它让它先卖 它它们也是刚出的 我靠 最近我在疯狂的鉴定衣服 我就知道衣服快出无级别了 没想到被你们截胡了